拉着绳索 山友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 天生昏暗靠着只有头上的头灯 跟手电筒照明 加上下山山路堵壳不好走 你要侧彩 所见他们中间有搜救队员带路 三名山友全副武装 一手拿着登山杖 一手紧抓着绳索 但体力上可以说是已经筋疲力尽 因为与他们同行的人 早在下午就已经下山 但迟迟没等到这三人会合 才赶紧通报消防队 那在夜间11时左右 在千人洞附近 巡获书信民众等山人 并接驳头灯等民生物资 然后呼送他们一行人下山 这番在嘉义石谷盘逢景区 17号有43位山友组团登山 后来又分成两团 其中一团有10人 要去探访知名景点千人洞 原本预计下午3点会合 但有3人失联 后来搜救队漏夜搜山 半夜11点多 才在千人洞附近找到他们 原来三人因为脚尘慢 加上当时身上没有照明设备 不敢下山 原本要在千人洞过夜 加上手机没有讯号 也没有办法报平安 索性被搜救队员找到 一路陪着下山 没让他们在深山过夜 有惊无限 解扎一众报道